搭公车不是去郊游 他们是大直坍塌建案周边 受害最严重的25户居民 家没乐要去看中济宅 打开房门 阳光洒进来格局方正 南港鸡和三骑就在东洋公园旁边 附近还有河堤 租期三年月租1万1到1万8千元 租金还可以勤领补贴 通通基态买单 家具跟什么都会帮我们添购 就是该有好像都有 而且是全新的样子 我很有意愿 可是我尊重我老婆 所以就只有请家来看一下 因为这才重要 我也是想给我赶快 确定一下住哪里 把心情安顿下来 独发局接了两天 陪受灾户来看中济宅 只是这只有提供给 他嫌不能再住的25户 却有受害租客 得知资讯也跑来凑人 我们在这边 集合三级这边 我们准备大概40户 可以做一个安置 那目前住户预约的状况的话 今天大概是有5组 那大概是8个人左右 那明天目前大概出库40组 针对坍塌案 土木计事公会与结构计事公会 日前联合声明 指控建筑师在建筑法中 是唯一建造人 但他却把时空品质 建造责任推给营造业者 认为建筑师不具有专业能力 执行结构建造 又不愿意释出建造权 建造制度 形同虚设 希望政府落实专业分工 对此有建筑师强烈反驳 其实建筑师在去做建造 是针对全面性 不是针对结构 他要必须先去自我的要求 营造者要去自我的要求 跟检查 再来建筑师第二次再去现场 再去帮他达复却 大致坍塌第九天 已经有62户回家了 最严重的25户短期先安置 但重建恐怕还是慢慢长路 大多数军民只希望 也拖太久 请观看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